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甲跟鋰是兩個相同彈筒 彈力長足一樣 他說瘦力一牛頓的話 他那個伸長多少呢 伸長兩公分 F2R是等於KX 他瘦力一牛頓 伸長兩公分 也就是說彈力長足多少呢 彈力長足是一公分 二分之一牛頓伸長一公分 就是1除以多少呢 除以那個X除以2 他知道是牛頓 每公分 就是說 0.5牛頓伸長一公分 現在的話 他說 他把它連接成這個樣子 AV兩物體 A重量是3牛頓 這是等於3牛頓 3牛頓 就是WA 是等於3牛頓 WB是等於幾牛頓 WB的話 他是2牛頓 他問說 甲生長A公分 那乙的話 生長B公分 那AV速度多少 我們看到甲的話 他瘦多少力 我把對相釘在整個系統上面 這個系統 瘦一個彈簧的拉力 跟重力 這個重力是多少 重力是五牛頓 那F等於 這個是F F就是那個張力T 就是甲的那個張力 等於K K是2分之1 2分之1乘以多少 生長量 生長量是A 那現在甲 甲跟這個重力體效 這是五牛頓 所以是五牛頓 待會是牛頓 所以A的話 就多少 就等於10公分 52就是10公分 那V的話 多少 V的話 我就把對相釘在這裡 這問題錯了幾個例 做彈簧 的拉力 往這邊拉 就T1 減掉多少 減掉那個 W2 這個等於0 所有的小的 T2就是多少 等於W2 是等於2牛頓 這個T的話 是等於KX K的話 是2分之1 那乘以多少 X是B 所以B的話 等於4牛頓 有沒有 4公分 2乘過來 2得4 4公分 所以A是10公分 V的話是4公分 所以答案的話 應該選D 應該選D D 事實上T1 最好把它 拿到中間 這2 這W是2 2等於T1 那這個 彈簧的張力 是KX K是1分之1 他乘以V 所以V的話 只等於2乘2 就等於4公分 所以這頂答案應該選D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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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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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